歡迎唐鳳部長 以及數位發展部的長官們 歷臨 TCA 今天在現場 有我們的彭雙辣彭理事長 以及彭子賢榮譽理事長 還有 TCA 的李建盛們 現場還有多位的聯盟會長 都在我們這裡齊聚在一起 剛剛10點07分 又發生了規模5.9的地震 我想各位都在前來的路上 路上還沒有特別的感覺 因為今天現場都是重量級的長官 還有我們親愛的李建勢 盼望不要再震了 我們有一位理事長的秘書 就是鄭正 不曉得跟他有沒有關係 兩個是平均的好不好 好 大家請放心 我們這邊的 因為我們這棟是屬於岡古建築 這個旁邊的這個住址 還有我們的逃生門 都非常的敞通 不過我們都希望 我們能夠很安心 這個安全的 在這邊做一個交流 首先呢我們要邀請彭理事長 這個歡迎時 謝謝 趙伯長 還有理事長 還有 信秀兄 跟幾位這個 數位發展部的長官們 還有當然我們 這個統理事長 很多位我們 電腦公會的 李建勢們 大家早 早 非常歡迎 黨部長 率數位發展部的長官們 來這邊跟我們做交流 我想 上一回呢 其實 等於書長 有來 等於我們做更多的業務的交流 但是我們認為還不夠 應該 還要再跟部長 有機會的話 多多請教 當然 這個數位發展部 也是在2019年 蔡總統 這個 確定 我們要在這個 國家數位發展的這個方向上面 成立一個政責的部門 來負責這個國家的數位發展 那我們很榮幸 有這個 有 有 有所謂 誒 不是所謂 叫天才 還是大臣 哈哈哈 是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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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譽為天才 立大臣的這個 唐鳳 部長 能夠 引導這個 數位發展部 我們相信 這個未來 所以 有非常多 是值得我們 期待的這個 發展的方向 那大概 今天的這個 我們 跟協會 聽到 部長 親自摔盤來 所以 這個 已經是 出席的 非常非常踴躍 可惜 我們沒有更大的 這個會議室 要不然的話 可能還有更多人要參加 那 當然有幾個 重點 我們也會在今天的這個 會議裡面 來做 一些交流 包括 譬如說 在政府的這個 數位轉型 資訊服務的採購 像溝通 還有數位治理的能力 那 資安的部分 除了任性以外 還有另外就是 現在 大家對 資安人才 資安環境的建立 這塊非常的厚欠 因為 尤其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王 被委幹一兄 對不對 我們這交流過很多次 他 最近他們公司 大概 很多人才都 都被挖腳去 這個 這個其實是好事 但是呢 問題是在於 我們整個 你說我們在過去的 在資安的人才 跟資安的環境上面 其實還不太夠 那 還有數位科技 怎麼協助ESG的落實 與其現在進行 探牌這一塊 那 數位轉型 跟智慧成香 還有數位人才的培育 那 這個 呃 還有元宇宙的部分 我想今天這位 是我們 已經是 很想聽 聽聽看 未來我們在 數位發展的領導之下 在這一些部分 會有更長遠的 整個國家的計畫 那我們也 我在這邊 也跟 部長抱抱 其實 TCA 在 整個 國內 我們除了 大家熟悉的 這個 Computex以外 其實我們還做了很多 跟 數位發展部 或說 這個科技這一塊 相關 比如說我們協助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 那國際電影院展 那 還有參與 創業歸故裡 AI心理 潛伐 智慧成江 智慧成實展 然後呢 這個 嗯 Computex 剛剛我講了 但是我們也做了 新創的inovacs 那 資訊業 資訊服務 的這個行動支付 還有 培育數位人才的 TDAS 跟這個大專院校的 智慧賽 還有這個 UXUI的設計 和跨域的競賽 這些部分呢 其實 未來都要 都 希望能夠得到 數發部的這個 大力的支持 那當然 這個 這個 我們 今天重點是 我們今天 部長對未來的 整個數 國家數位發展的破壞 還有呢 我們這個 理建事們 把你 想要 心中的那個疑問 或是說 你想要聽更詳細的部分 我們好好地請教 我們部長 跟我們 市長 還有幾位長官 所以 在這裡呢 我想我不耽誤太多的時間 我們接下來 就請部長來 跟我們 講幾句話 好 謝謝 這樣好像我應該要站起來 哈哈哈哈 董仁議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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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理建事 真的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 那 其實同仁有 有先露簡報上去 不過這個簡報是標準的 就是院會版的 所以大家可能 之前都看過 那 我想也給我多一點時間 給大家的意見交流 所以我就先把 最基本的 來帶進來 其實 Moda的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所有的全民的認性 那全民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希望 Empower 就是讓所有的 我們的國民 或者是在 我們這個疫情中間 大家都是 所謂的防疫國家隊 也就是說 我們防疫之所以成功 並不是因為封城 或者是大家都聽 指揮中心 這個管理大家的一舉一動 而是我們運用 很多的自通訊科技 確保說 大家養成良好的 防疫習慣比 不好的習慣 來得容易 那所以也因為 這樣的關係 不管是 口罩生命制 檢訊實驗制等等的 這些自通訊系統 都不是我們強制大家去做 那這個是我跟淮仁 當時做這些系統 很重要的一個考量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強制的話 那其實看各國的這個例子 大概都只能維持兩三個月 然後到最後 就彈性疲乏了 但是我們可以一直撐到說 那大家都打了疫苗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經驗 至少對我們兩個人 是非常重要 就是全民參與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任性的部分 那任性的部分 當然地震每次都提醒我們任性 那而且也包含一些 一些境外的 像最近的演習啊等等 那但這個是一個好事 對我們來講 是因為 在以前常常都會有附屬資源 要剛好錢花在道口上 CP值高什麼之類的 但現在我們就發現說 海蘭就是不是不可能斷 不管有意或者是無意的 各種的自通訊的系統 它都要事先把這樣子的備源 availability 可用性等等 事先考慮在裡面 所以像我們的新的前瞻計畫裡面 就特別強調SLA等等 那這個都是以前比較少的 以前比較管的是防止篡改啊 或者洩密啊這些部分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資安CIA裡面的 可用性的部分 特別在俄羅斯清衛烏布蘭之後 大家就發現 真的是要plan進去 所以包含我們的地端的機房 我們書衛部自己有好一些東西 我們都要想說 那天這個火箭 這個把我們烏油炸掉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繼續用下去之類 那但是也因為這個想法 所以我們就現在每天 每天我們像我染疫這 那七天這個 當然現在康復了 在家簽公文 完全是就是Zero Trust 因為我們就已經先把 包含HRAT啊什麼東西 都已經全部都已經設定好了 所以就我在哪裡其實是沒有關係 沒有差別的 所以等於說 韌性會引導我們去做更快速的數位轉型 而不是像以前那樣 Peace Mail一下一點點的那種數位轉型 所以全民跟韌性這兩個就是我們主要的概念 那當然按照組織法 我們做的是整合這五個領域 然後來做同盤的規劃 我們不是做Day to Day的那種建立 就是在這個籃球場上發生推擊 這個發個黃牌 然後足球隨便 總之就是讓人出場 那個是NCC的事情 不會到我們這邊來 那但是我們是做就是整體的播化 所以就是畫那個標誌標線 定有型規則等等 這個是我們在做 那整合來有一個好處 就是像無據專網啊 或低軌衛星啊等等這些題目 那以前大概都是要兩三個部長跟主委 跟兩三個政委員 以前我們都被找去那些聯席的會議 那協調成本非常之高 那現在基本上就是我加上我們三個次長 那在我們的部長會議上 聊個十分鐘就拍板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用比較短的時間 做比較快的迭代 那就是跟包含各位就是產業界的想法 那以前可能會需要就是以最慢的那個 為這個處理的方式嘛 那我們就可以保持高頻頻低延遲的方式 來跟大家去試這些新的這些做法 那我們基本上這個很好記嘛 就是設法是我們的各司社會發展 產發是我們的產業屬 突發應變的部分是我們的資安數 那資安署在年底會有一個子同安全研究院 就是本來技福以及我們CCOE就是 資安作業中心裡面 在兩年之內可能可以應用的東西的部分 這些會過來到我們的資安院 那產業屬當然也有一個法人就是資色會 那所以這是兩兩成對的這個概念 那TTC跟TWNIC是在我們部裡面 那我們部裡面當然這六個司其實也蠻容易理解的 就是左半邊是NCC過來的比較多 那右半邊是國發會過來的比較多 那然後NCC那邊的當然大家都叫總貴司的 我們叫做策略司 因為我們主張我們是有經濟行政的那種性質喔 那本來的基礎處因為剛剛講任性變成最主要的概念 所以基礎處變成任性司 那資源管理處就還是資源管理司 所以這部分是稀缺的資源管理 這個跟以前是比較像的 那右邊的本來的國發會資管處變成我們的樹政司 這個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但是資管處的銀智去了外島部又回來之後 現在就變成 銀智應該退Open Day 大家是還記得的 現在是他們 他是負責我們的民主司 那為什麼叫民主司 是因為我們自從簽了 就是未來網際網路協定 以及就是那六十國的協約 以及之前民主峰會之後 我們現在在國際上面就有另外一種出現的方法 叫做Partner或Democracy或Democratic Partner 就是一個民主夥伴 就跟以前ATAC的經濟體 是一個不同的出現的樣貌 應該這樣子講 所以在網際網路上面 反正就是只要是民主夥伴 不管對面是不是一個國家 或者覺得我們是不是一個國家 反正我們就是透過民主司 所以民主司就是對外的 大家可以讓他想成是其他的 我和私等等 但他也會去跟包談像區塊鏈啊 DAO啊等等的這些 而且也不一定是國家的社群 去做公眾外交 三民主司是我們外交的部分 那我們本來要叫資料治理司的多元創新司 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是因為之前在叫資料治理司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想像 就是那我們就會把全世界 沒有全世界 全國的資料都先中整進來 然後再去做分配 但是現在尤其是在憲法法庭 就是健保資料庫宣判之後 其實不可能依足執法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也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變成我們在研發的其實 比較是一些機制 買data的機制 open data的機制 資料自主 貢獻的機制 所謂的數據公益的機制 NPO NGO的數據能力賠利等等 所以我們建機制 但是我們並不用資料 反而是我們把機制公開出來 帶到大家的資料集上 而不是一定要把大家的資料集收進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是B圖 G圖 C圖 X圖 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圖 什麼的那個概念把它拿過來 把它叫做多元創新寺 但實際上多元創新寺 做的是資料治理的工作這樣子 好 那當然這個最近新聞 比較多的focus就是說 立法院當時有授權 我們提高月品的比例 那不過實務上面 我們知道明年年底 大概也不會到一百人 所以月品 所以就是公務員會超過五百人 所以其實公務員還是超過八成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 顛覆的狀況 但是精力可以折散學理 在虛心的時候比較容易 所以終於可以就是從前面前 稍微玩一些人回來 這個是真的 就是你有證照啊 什麼之類的 知道學歷比我高 就是國中有畢業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蓄心上面 就是因應實際的貢獻 來當作蓄心 而不是說完全被學歷限制住 我們會更看重 激戰力啊 徵兆啊這些 好 那我們有兩個地方嘛 一個是本來NCV區建立處 是我們的部本部 那成業署 現在還在一個鳳雲大樓 但是很快回到新光幹部大樓 也就是 就是全台北的第一 南部最近的地方 就是比較容易 台北車站 就是在台北車站那邊 那 我們在 之後 大概民主司 多元司 這些都是跟產業比較有關的 也都會去跟產業署啊 同樣的是在新光大樓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 如果不耽誤大家太多時間 以上是OVERVIEW 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就進入討論 謝謝 謝謝部長 是的 我曾經提到部長提到過 他說 他說 在推動數位產業的發展上 政府 和所有的業者呢 是夥伴關係 未來呢 我們要跟Moda 站在一起 一起合作 一起前進 那我們今天呢 事先因為很 很夯 事先有 這個登記想要就是 發言到 就已經有六個議題了 那我們 部長 那我們是不是 一個一個議題來先講 然後部長 您看這個狀況 您這邊 給我們做一些的回應呢 好 那我們首先邀請的是 我們的彭子賢理事長 榮譽理事長 他是 合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要為我們提案的是 源於這個部分 我們先把時間 交給彭子賢 首先恭喜 也歡迎這個 唐鳳 唐部長 那如果在20年前 就叫做數位引擎 那新的時代 叫做數位Moda 因為都依化了 要用電 不要只有用機械 那 部長呢 他所處的位置呢 值得期待 那也值得 不曉得怎麼說 值得這個 同情這樣子 因為數位太重要 那數位目前影響太大 滲透度也高 我可以比喻成 類似陽光 空氣 水一樣 那陽光跟空氣跟水 你也很難成立一個 陽光部 或者空氣部 因為他瀰漫 那 所以說 我們要討論 數位成立一個部呢 怎麼樣像陽光一樣 照耀萬物 怎麼樣像水一樣滋潤大地 怎麼樣讓數位的能力 不管是民間能力 國家能力 得到很好的結合跟釋放 那 但是我也相信 談根錯節 困難重重 這才能夠顯出功力 顯出這個方顯刀的銳利 那 近來 因為很多這個 輿論或民間會反應說 有話題我聽不懂 如果說是很簡單的東西 聽不懂 是常常有的事 就像 千禧年 2000年 或者前一年的 1999 1998 大家都對網路有期待 但是也摸不著 看不見 不知道什麼收費 不知道什麼形成 business model 那個時候有大困惑 後來就有大成就 我相信目前 數位發展部 他所面對的 數位的環境也一樣 有很多東西有困惑 但是困惑越大 以後的解 那個釋放也越大 那我在這邊 小小的建議是說 因為民間 我們要期待庶民 每個人都成為專家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需要類似科普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去做各方面的輿論跟民間溝通 那我跟這個DCA的幾位 李堅士跟同仁商量以後 我們建議 數位發展部 可以用元宇宙的概念 來適當展現 它創新跟應用的 它的吸引人 它的值得期待的地方 那我們大致上也看到 亞洲有幾個國民所得都是偏高的國家 像新加坡、日本跟韓國呢 它們其實也都有類似虛擬社 這個韓國會有首爾元宇宙 新加坡有虛擬新加坡 這樣子的一個 充滿了實驗性 但是也充滿了這個 其實很炫的東西 那這一部分就是我簡單的建議 就是希望數位發展部長 好好運用元宇宙這個概念 讓很多看到聽到的人 會覺得這個充滿值得期待的未來 謝謝 我就先大概回答 然後看次長有沒有要補充 我們很快 大家可能知道有個總統被黑客送 那我們這一屆五個champion已經確定了 那我們頒獎之後 就是總統頒獎給他們之後 我們會緊接著launch 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點子送 idea送 那黑客送大家知道是要 簡單來講就是要規劃明年的科技預算 到底要放在什麼行星屏幕上 獎穿就是這樣 那但是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會得獎的 大概都是一兩年內一定可以落地的東西 不然預算沒有辦法變 但是像剛才這個 從容易理事長講的元宇宙概念 大概沒有什麼可以兩年才落地的 大概都是要可能十年甚至二十年 才能夠變成大家共同在場 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它是比較speculative 就是它是比較推測設計這樣子的東西 那台灣其實有推測設計的能力 有這樣子的想像力的人 其實很多 但以前我們沒有辦法捲動它 到總統頒獎客送裡面來 因為他們想的東西太超前 但是呢 我們如果要發展像6G的話 我們又需要這些很明確的vision 明確的願景 去帶不然的話 6G就是為什麼要發展沒有人講得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點子松 一開始就應該要設定 一個元宇宙來當作我們的就是發想 那在我們同仁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擔心說 我們在幫就是特定的元宇宙 也就是META的那個 來打廣告 因為他們這個喊得比較大聲嘛 所以我們現在初步點子松 我們快會launch的概念 叫做2040多元宇宙 就是到2040年的各種不同的 對於元宇宙的想像 那我們希望它有一定的互通性 包含以人為本等等 這個是我們堅持的嘛 那但是就是可以有各種各樣不同的 也不一定是特定的廠商 到2040到底META還叫不叫META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國內的一些 就是大家已經試過的 比較好的這樣子的概念 像剛剛創業規故裡 其實有很多他們Empower在地的這些概念 他就可以去往前推演說 到2040年我們希望 我們所住的這個地方 它變成什麼樣子的特色 變成有什麼樣子的做法 那才真的能夠去捲動大家的能量 而不是說特定的技術 我們就線性的讓它發展到2040年 所以2040多元宇宙 我們未來會就是用這個branding 去跟各界溝通 那特別是在點子松的部分 那也包含產業的部分 看市場能不能補充 還好 OK 那我們 補充一句就好 補充一句就好 就是這裡面有很多建制的工作 幫銀數位發展部帶動 台灣有很多傑出的業者 一起來進行發揮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彭啟明理事 他是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費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他同時也是兩個身份 一個就是民生公共物聯網產業聯盟的 以及open data聯盟的會長 他要建言的部分是有關乎資料經濟 還有ESG提出建言 我們現在邀請同啟明理事 謝謝堂部長 還有速發部的各位同仁 還有李建仕 其實我們兩個部分 一個是資料經濟 因為過去台灣的在資料 open data裡面做得非常好 後續也有總統可以客收把這個延續下來 但是其實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資料經濟要國際合作 其實是台灣打國際盃一個方式 我們過去曾經在工業局的合作之下 創造一個新的亞洲的一個平台 或許未來那個平台 也希望速發部可以積極的介入 扮演一個角色 我們會想要邀請堂部長可以來參與在這個裡面 事實上未來 我也跟堂部長說過很多次 就是要資料要立法 不管有沒有立法很慢 未來的政策是必須要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是靜零或是業局 現在大家都在談 那外面其實都期待很多 非常的熱 但是呢 事實上回到根本 就是要雙軸轉型 就是靜零跟這個所謂的數位科技 要合在一起 那目前呢 我們發現我們電腦工會裡面 大概科技做得比較好 那靜零就比較容易成功 那外面很多傳統業者 真的是比較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 當然這個靜零感覺起來 又是環保守 又是國發委的事情 那我建議是說 速發部在未來呢 在這種數據的資料的管理上下有 特別是說盤查要做到範疇三 都是每一個公司的痛 那這個痛呢 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縮短大家摸索的這個時間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速發部可以用科技的力量 扮演一定的角色來協助所有業界加速 因為現在呢 如果你盤查做得好 減碳做得好 你在全世界就立足 就有商機 不然的話都是國外的公司來協助我們在做 那這個就弱了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呢 等於是說用數位科技如何建構低碳的生態系 這個產業 幫產業的忙 這個我是覺得未來速發部 或是產業發展署 可以來著力的地方 那這個呢 也就帶動了ESG整個成長 所以這點建議呢 也請唐部長採納 謝謝 好 我就先回答LDP的部分 我想其實民生共和物聯網 就是不管是全球的任何夥伴 我們端出民生共和物聯網 在資料運用上面的成績 基本上都是不輸別人的 而且literally 它就是處理空氣水什麼樣 就是literally 它就是處理這些無關個資的資料 我們現在把它叫做數據啦 那但是 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 大家在疫情的期間 會碰到一些就是個資嘛 那但是這些個資 現在也有所謂的PETS 就是隱私強化技術 它可以經過這些技術之後 不管你是把CODE帶到資料 把資料多方加密 同胎加密什麼之類 零知識 現在有各種方式 是在你完全不碰到 各自的情況下 也可以像民生公共物聯網 那樣子去建立資料的派發 但是呢 這樣子一套東西 怎麼樣取得各方的信任 這個並不是技術問題 這個是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這個要解決 通常就是透過資料治理 這樣子的程序來達成 那我覺得我們國內 對於有明確的公共利益的事情 那不像說X光片判讀COVID啊等等 或者是疫調追蹤啊等等 只要那個公益性講得非常清楚 而且它不會使命偏移掉 那這樣我覺得大家是願意的 就是願意來試試看 這套資料資料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就是以主題來策展 不管是我們透過AODP 或其他的這個會長 跟所有這個國際上非常多的這些管道 只要能夠明確把那個公益定下來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願意來做 那我們在做的過程裡面 如果某一些真的是要求政府自己 可能不夠 也要要求到民間的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就有立法的價值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討論立法 那可能就是叫資料治理法 或者是其他的 那可能就不完全是政府開放資料 不過這個我們之前有交換過以前 所以我就再講一遍 那然後那第二個部分 我也覺得非常重要 像剛才講的 多個小的元宇宙 其實不是只是爭稿而已 我們軍修知道 這個我們有做一個前瞻的計畫 我們會去爭二十個案子 事實上一百個案子 挑出二十個 那裡面至少十個有商模 至少十個有可以量化 貨幣化的社會或環境價值 那這個就是ESG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以前都是自己挑metric 那但是我們希望未來它是能夠真的貨幣化 而且是各國是有當量是可以互相計算交換等等的 所以我們也會在那一支前瞻裡面 就通常創新的前瞻裡面去講補助 它只要有社會跟環境價值的透過像SROI BIS等等這些算法去證明說 我們投十幾億下去 我們雖然不一定一百億的產值 但是可以有一百億的社會環境價值 那但是這個當量 這個就需要大家一起來establish 同樣的這也是要各界同意的 當量的算法才能夠做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是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不是說我們去說環保署這個業務過來 或這個國發會這個業務過來 或者是我們做那個手語翻譯 衛福部這個業務過來 神聖用品辦這個教育部的業務過來 大概不可能吧 但是我們可以證明說 他們只要用各位跟我們一起想到的這個辦法 本來投入一塊錢的公務預算 現在就可以變成不是只是三塊錢的效果 而是六塊錢的效果 七塊錢的效果等等 那這樣我們就比較容易運用其他部位的資源 尤其是在常規的資源 每年都有的 都是像前瞻的這樣子的兩年級的資源 所以我們是花兩年做一個mechanism 然後讓大家在ESG這些事情上面 可以透過數位的方法 放大它的ESG的這個價值 所以這個細節很快 這個產業署這邊會議提出來 那也很希望跟大家一起 就是建設這樣的夥伴關係 那我們次長或副署長有沒有要補充 不好意思我稍微補充一下那個部長的觀點 那其實那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重點還是在跟資訊產業的朋友在一起 那怎麼樣跟資訊產業的朋友 在各行業裡面去協助這個solution帶進去 那如果說我們的重點稍微偏移一下 比如說像剛剛部長學育 如果我們去做生身有平板 如果我們去搶生身有平板這個動作 我們很容易就會進到 變成教育部的主管機關 我們現在要怎麼把學校這些平板處理好 那個資源的配置就會亂掉 應該還是讓教育部處理生有平板 但是我們要去協助教育部 然後我們跟資訊產業的朋友 一起進到教育部的成員 我們告訴他說在教育的現場 應該怎麼樣把數位教學的人才大的現場去 怎麼樣把現場的軟硬體處理好 這個是數位不得拜託教肆 所以這個是剛剛幫部長補充一點給各位的概念 而且其實怎麼樣子去做好 就是讓學生可以跨教室或者是共創教材 這樣子的方法論 其實我想在座也有很多朋友已經有多年的經驗 那這個也不是只有我們需要 其實全世界都需要 我最近才有接到說這個 這個某些東歐的國家他們張後重建 可能也需要類似這樣子的方法論 所以我們這邊釋出來的 我覺得擴散的能力就特別強 但是我們如果是現今那個operation裡面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擴散了 大概是 剛剛那個 從會長這邊有提到 您問這個 淨零 現在7月都要做到這個探頭三 然後可能都要在探索跟需要協助的部分 那個我記得彭會長之前也有 還有理事長這邊也來拜訪 我們那時候的旅局長在公務局的時候 那時候也 旅長那邊也承諾說做一個可疑師的研發 所以這個題目我就會可能會在跟市長那邊 跟公務局那邊來看看 市部產業局這邊能做什麼 然後再跟公務局這邊聊分工的簽證 然後帶大家來共同協力來協助企業 我想大概 一旦先做這樣的一個問題 謝謝部長跟長官們的說明 彭會長這邊還有什麼要回應 沒有 好的 謝謝 那我們緊接著 下一個要發言的 下一位要發言的是 我們的彭會幹理事 他是趨勢科技 國費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同時也是台灣資安聯盟的會長 他今天要針對資安政策提出見言 我們把時間交給弘總經理 部長各位 所有部長官還有一件事大家好 我想在這裡提幾個對於資安的看法 我想大家近期來對資安的這個問題 也很夯嘛 問題其實很多 那我們裝成幾個來跟各位做交流 首先前兩個是跟政府資安有關 這邊提 首先就是說我們政府希望能夠強化政府的 資安的延續性 為什麼講延續性 是我們過去很多政府專案裡面 通常都有專案的期程的長度來編列 所以常常這個期程一結束之後 這個預算就消失 但是很多建設做下去 資安是需要長期維護的 資安並不是一個 像一個資產買來就在那裡 它是一個長期維護的服務 那我們常看到有些案子到後來 因為沒有預算使得資安無以為計 那這一點希望在未來我們在編列這方面專案的時候 能夠考量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資安的規劃 那如果有可能的話 能夠單獨編列預算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這一點可能是希望能夠有些建議 那第二點就是說 現在大家在談全球都在談供應鏈的資安的問題 也就是說資安不只是我們本體 還有我們協力廠商都很重要 那對政府單位而言 其實我們這些有非常多的支付廠商 那其實我們都是整個政府 整個資訊的一個工業的一環 所以政府對於資安的看法 應該不只是政府本身 也應該把整個支付產業相關的工業放進去 但是我想整個支付產業是需要時間 去強化整個資安的 所以是建立 建議說未來能夠建立整個支付產業 我們資安強化它成熟度的一個輔導機制 能夠逐步來強化 讓我們政府的資安不只僅限於政府本身 而能夠讓整個 ecosystem 都能夠做一個強化 那第二點也是跟政府相關的 是有關於城市的治安 那我想近來其實我們各個縣市政府 都積極在導入智慧城市的計畫 那個人的觀察會覺得 在目前智慧城市計畫裡面 雖然就是說很有新的創新很多做法 但是對資安部分的城市講 感覺起來是沒有那麼一樣的重視 那智慧城市這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基礎建設做下去之後 那未來要再做調整其實不容易 所以怎麼樣把資安做成 security by design其實很關鍵 那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能夠設立一個 如同說城市資安應用的一個獎項 來鼓勵某些城市它在智慧城市建構之下 能夠把資安考量進去 那一方面能夠鼓勵這個 我們這個城市的這個資安的應用 而且我們也確保這個觀念能夠 或是在這個智慧城市建構之上 那其中有一個項目就是這個智慧城市 其實很多的元件是IoT設備所構成的 那怎麼樣去鼓勵就是說 這些智慧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呢 需要這些IoT設備需要通過 如果目前已經有第三方的檢驗機制的認證的話 應該鼓勵來使用這個通過安全檢驗的 這個IoT設備 確保整個智慧城市的安全性 好那第三點是比較關於產業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希望發展台灣的資安產業 那台灣資安產業這邊 其實產業這邊其實我們是比較缺技術的 產業反倒是缺什麼 是缺國外的拓銷管 缺以及相關的投資 所以希望說我們能夠有一個這個 有這個資安的獎項來選拔 我們優質的資安的這個產品物的廠商 然後我們到時候來賦予相關的廣券活動 國際拓銷的廣券衣機 幫他鏈結這個國際的資金 或者國內的一些資金來預投資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綜效 同時呢如果資安獎項如果能夠得獎的話 或許可以在列入政府採購時候 領選的一個加工項目 那也會讓這樣的獎項更有吸引力 那最後一個項目就是 其實之前有跟部長提到過 我還是認為說 資安是一個要建構一個資安文化 最終才能夠讓我們資安做得更好 所以後續的怎麼樣 對於民眾也好 政府或者是企業高層建立一個正確的資安文化的管理 我覺得這是我們希望說說未來也能夠投資資源 在這邊請給你講話 謝謝以上 爸爸 我講一個小故事 我們就是書衛部大樓也很精細通 它是可以就是用各種方式來做多元審分辨識 那在它實際安裝前的一天 那是禮拜天 我就自己跑去做滲透測試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的帳號可以隨便加人 但是其實我並不是在我們資安長資訊長 就缺氛名次長的那一組人類 純粹因為可能就是廠商是用運設設定 或者我是部長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有能力這個改我自己的credential 但是不應該這樣子 那所以我隔天 事實上我當天就碰到我們這個缺氏長 然後他就說這個不不能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我們隔天立刻就改了 那我剛剛來之前 我還試著這個操作一次 果然我已經看不到管理員見面了 但這是正確的 就是說本來我就不在那個系統裡面 不應該只是因為我的位階比較高 我就取了這個privilege 不然的話我的privilege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 那我就最容易變成這個破口啊對不對 那可是像這種是 這個任何人都會講 這是代口招勤洗手等級的這種治安習慣 但是因為就像您說的 跟本來企業或者組織裡面的那個階層文化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除非我們很普及的 可以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不然預設 當然是位階越高的人 有指揮監督的人 他應該全線越高 Default是這樣 那我們在ZeroTrust的推動也是這樣 那大家看到我們用載具前功文等等 那我們當然是也認IP 也認這個設備 也認自然平整系統 那這三個加在一起其實比說 你到辦公室的那一台電腦內網 要來的安全 可是同樣的 以前就是就好像那個主管不下班 主管不敢下班一樣 看到人覺得比較安全 就是說你會有個傾向是比較相信那個內網 而比較不相信外網的三道關卡等等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種awareness 就是意識的提倡跟推廣 就像剛才對於多個元宇宙的那種感覺一樣 我覺得我們要盡一切的能力去確認說 產業都覺得我們這樣講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大規模的這樣子講 那只有這樣子我覺得才能建立良好的習慣 而且大家所做的這些系統這些導入 才真的是有意義的導入 不是checkbox那樣子的導入 所以這是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關於獎項的部分 我覺得不管是城市之間的彼此的這樣子比拼 那或者是說就是納入這個就是採購的加分箱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想法 那我們之前做包含open data 後來資料品質後來API等等 是有一套方法論 那我會覺得說可能也是跟大家 那再一早一時間來討論說哪些這個方法論可用 哪些這個方法論可能必須要靠工坊 因為以前資料品質的時候比較沒有工坊 我們沒有靠紅隊去這個攻擊彼此的資料集 但是在資安上可能要多一些這種類似實戰的這些工作 所以這部分怎麼納入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具體討論 那如果這個討論出來 大家有覺得是公平的這樣子一個結論的話 我自己是非常願意把它納入 這樣先觸步回到這邊 我稍微補充一下 那個組織架構裡面 資安這一塊 是其實除了政府資安 關鍵是不是 規資安署外 那不管是資安產業 或是產業資安 都在產業署裡 那所以 大家在這一塊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們協助的就是 產業署的補償 那我都可以協助大家 那另外一個是剛剛我們講到做供應電子彈的部分 其實不管從中央到越南其實都一直交代 我們要做個新生的供應電 這個不會只有在板頭 包括在這個所有的 那這個 說不得了 of the materials 就是 SOM SOM 的部分 我們也開始要開始 這個其實大概不是剛剛 在談這一塊 那我這個 部長跟我討論過說 我們希望以後這個MIT這個 是台灣的產品就是 Effect Trust 那所以我們 這個會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 那 是有關剛剛 洪會長這邊提到 這個 經費的投入這個部分 那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產業署19個科 其中一個是資產科 他的經費是所有科裡面最多的 所以政府在對資產的支持 在目前 還是投入的蠻多的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有一些經費的 就是說不要可以這樣子 然後讓我們持續可以推動資產產業 不過這可以大家共同努力 那第二個是 有關的地方 第三方檢測 我想感謝台北市長官 都一直長期以來在資產檢測的時候 包括APP的檢測 包括物聯網的檢測 那像物聯APP的檢測 像金管會已經把他銀行的 要開發的APP 都規定要通過我們的APP檢測 那APP檢測 現在是應該有13到14個實驗室 所以它也是一個市長經濟的機制 那 那個物聯網檢測的部分 我們現在把 首先就把那個APP檢測 變成國家標準 那政府的採購 就會說 你一定要通過這個 這個國家標準 國家標準檢測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也有 至少10家的檢測的那種實驗室 所以這個我們一項一項會來推動 讓採購花能夠採用 當然採購花採用的話 我想我們資安 財利或財利的資安都能夠做得比較好 那 好 今天補花的 謝謝 那還有一個就是 比較我們跟主席總處的論述 因為以前像季府什麼 它其實是放在裁判法人裡面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到了年底 我們成立行政法人資安院之後 那他們就是行政法人 就是比照公務員 包含背景查額、身份等等 那這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跟主席總處主張說 這個就不會再是科技的專案預算 或者是你剛剛講到幾年期的這種預算 它基本上就是公務預算 它就是每年每年都要有這麼多人 都要有把這些先進的技術 在兩年之內應用到我們實際工房的場域裡等等 所以就不可能說哪一年多一點 哪一年少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最基本的能耐這樣子 那也很感謝主席總處有同意我們這個論述 所以從明年1日1號開始 我們整套資安署、資安院 包括你剛剛講的那種巡檢啊 什麼之類的 都是常規預算 那我覺得這個就跟之前的狀況 有相當大的不同 好可以講OK 謝謝部長 剛剛部長非常的小故事很棒 對 我發覺說部長 他的確是 資安不但是意識的倡導 政治部長實際上 你就在落實資訊安全這件事情 真的 你感謝你的分享 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要邀請一位 就是 他是台灣資安主管聯盟的會長 金慶博 他同時也是華碩電腦的這個資安長 還要針對資安政策有關人的部分呢 來提出建議 部長 部長 理事長 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業界實驗禁 首先非常謝謝 有這個機會 能夠跟部長來提供相關的建言 那我記得 第一個 我跟洪偉蓋洪會長 我們是好朋友 可是他是 是資安應用服務聯盟 那我們這個聯盟 叫台灣資安主管聯盟 所以他是從這個供應鏈的角度 那我們是純從使用者 CISO的這個 那也謝謝TCA協助之下 我們在今年4月28號成立 然後也非常謝謝部長在當天 參與我們的Grand Opening 那在這個不到5個月 我們現在從15家的Funding Member 現在大概有87家 87家 那我們會持續 不管是按照政府的法規 各個上市規公司會設立 資安長、資安主管 還有資安的人才 往這方面來前進 那首先我還是要先報告兩個小故事 那這也是我非常感謝公部門 對於私部門 對於在資安上的一些大力的協助 第一個是去年12月 我代表這個資安主管 去參加行政院的資安匯報 所以在裡面提到了 台灣有100多萬的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他沒有人才 他平均一家公司大概6個人 所以IT的人已經很缺了 更何況IS 所以很多中小企業 碰到了被駭客入侵勒索 那最後就自己掏腰包 那這個掏腰包 駭客不會給你發票 駭客也不會給你統一編號 所以我在那一天的匯報上 跟這個省副院長 還有各級長官提出來 那也很高興 駭客一個禮拜 財政部就提出來 如果中小企業不幸碰到這個狀況 第一個當然不希望付贖金了 把這個鼓勵駭客 第二個如果已經付了 根據到調查局或是警政署的報案 就可以把它當作費用 而不由老闆自己私掏腰包出來 這第一點 非常感謝公務部門在一個禮拜 就能夠聯絡各個部會協助 那第二個是投資抵檢 資安的投資抵檢 這個跟剛才尾蓋洪會長提到的也是一樣 就不管是在台灣的大型企業 中小企業 我們也意識到 把資安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法尊上的要求 實際的要求 大力的投資 那在去年12月的報告裡面 政府很快在今年總統 二月份公告了法令 七月份經濟部就出台了相關的施行細整 從今年一月一號開始 連續三年 我想在隔一年的五月份 可以做資安投資抵檢的申報 那最高可以達到投資的金額的5% 連續三年 所以這個代表民間 尤其是使用者 非常謝謝公務部門的大力的支持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比較偏人才的部分 資安的人才 如同剛才講的 我們這邊比較偏使用者 CISO 那以整體全世界來看 我想不管美國拜登政府 去年前年他們經歷到很多的 駭客的攻擊或是供應鏈的攻擊 所以拜登也要求民間企業 包括Google、Apple、IBM、JP Morgan 協助提供資安人才的培養 那美國現在缺口是50萬 那台灣我們現在人才的缺口是4萬 那4萬裡面大概7、80%是來自民間 我們自己資安的需求 那也有公務部門 像現在新成立的資安署 把他的人員從20位到150位 像剛才部長提的 怎麼樣能夠吸引人才 那所以一方面 第三個人才的需求就來自產業 包括洪偉蓋、洪會長他們的這個產業 所以我們提的是 整個樣子降低產學的落差 加強培訓資安實戰的能力 鼓勵企業共同培育資安防禦人才 那因為這個事先都有提供相關的書面資料 我就不一個一個念 那當然包括幾個大項目 新增資安實境、實務情境的學程 那之前像跟省副院長報告 他也提到說 可以從北、中、南選三個大學 做重點的大家討論 那這邊包括我跟政治大學的 李蔡燕、李校長 之前也報告 因為政大去年把他的資訊系 成立upgrade成資訊學院 那他也提到了 他們今年會有所謂資安學程 他也說教育部鼓勵他們 開資安的學程 那第二個當然是 提供資安實習的薪資補貼 這個比較偏資安大學生、研究生的 intern的program 我想從CISO聯盟 我們非常樂意提供相關的opportunity 那一定讓這些學生能學有所成 而且他的工作安全 包括勞健保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第三個要提的是 資安防禦平台與學習的履歷 我想主要在民間跟工部門一樣 都是比較擔心被攻打 那當然內部我們還有很多 包括剛才部長提的CIA 或是People Process Technology 我們得持續PDCA 但是最擔心的 讓資安長或是CEO 董事長晚上能夠睡著覺的 就是把外面的防禦先捅固好 這個是針對人才的建議 那第二點是針對人才的媒合 或是剛才也提到了資安 卓越人才的選拔 促進整個供需的平衡 那氣象在這個署名報告上有 那我在提的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針對 剛才提到的台灣大企業 或是現在金管會規定的 這個上市規公司1500家 至少我們大概知道怎麼做 或是做了很多年 但是我碰過非常多的中小企業組 完全沒有這樣的相關的awareness 那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的一個建議是最簡單的 就是資料的保護 不管說它碰到了駭客的攻擊 或是其他的disaster 假設可以找到台灣的一個 local的雲端服務商 提供這些中小企業 把相關定期的data的beta機制 至少再損壞了restore回來 它的impact可能不會那麼大 那當然我們知道外商有的也提供 這個三大CSP也提供 不過那個費用相對比較貴 所以我想對中小企業 有時候會在外面演講的時候 建議就是第一個 就是做這樣的一個data protection機制 那第二個就是改它的密碼 改它的密碼 現在太多的人密碼太簡單了 就是6碼 123456 那15碼 你現在在華碩集團 我們用15碼 我想你現在駭客的功力 它可能要花10年以上 可能才可以破解掉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 又不花錢 那第三個當然是教育訓練 有這樣的一個資訊安全 人人有責 所以中小企業組也是一個保障 那最後我想報告的一點是 也是剛才跟洪會長提到的 或者剛才討論到open source 我們現在看到台灣的資安產業 不管廠商、軟體、服務 大概三、四百家 那規模並不大 平均年營收可能超過98% 是低於新台幣1億元 但是我們很多都reliant這些 資安服務廠商 可是我們發覺80%的軟體的coding 是用open source 那open source裡面有太多的弱點 現在這些廠商自己都沒辦法解決 所以跟他們談 他們也有時候如果態度不好 就不去甩了 所以一方面怎麼能夠讓資安服務廠商 針對open source的弱點 像剛剛講的 這是供應鏈的安全 我外包給這個廠商 如果你都不能確定 你給我的軟體是OK的 那我為什麼外包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這個如果技術要講可以講很多 我剛到行政院2016的時候 我自己就架了一個 Zero Trust的系統叫Sandstorm 那它就把我們常用的open source 把它放在一個完全不相信它的sandbox裡面 讓它不能連玩 然後那個特定的版本 我們還請DevCore去打了半年 他們發了三個CVE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在供應鏈上至少這個版本 在這個時間點 從DevCore跟我們技服看起來 這個是安全的 以後就不要升級了 直到我們下一次測試以前 大家就用這個版本 所以雖然它的來源是open source 但是經過這半年的實測 我們覺得它很安全 而且實際上也沒有出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就是 剛剛講到的 這是一種供應鏈 供應鏈安全 本來就有確保它的方法 現在again它的問題是說 它有確保還是沒有確保 它的SBOM有validation 還是它只是閉嘴眼鏡跑測試 我們從外面不知道 而且也很難去接合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變成一個 類似行規 就這個產業都要做這件事情才對 那剛剛密碼長度也是一樣 像我在家裡齊田 我沒有請假 我就前面問 我完全沒有提密碼 那我們密碼不管是100位還是200位 我同時沒有提過 因為我們已經完全沒密碼 那就是靠手機上的生物辨識 它是這個SIM卡加上integrity 就是這個手機的內建整備 那這三個加起來比密碼好 而且事實上我用起來比它密碼順 所以這個好習慣比較容易養成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像剛剛講的就是養成好的習慣 我們的雲市集其實是一個養成好習慣很好的地方 因為對國內的很多它沒有用紅有雲 它其實也是心裡有一點 就是像剛剛講 就是在辦公室看到人心裡比較 但是現在機房可能在任何地方可能任何人管還是感覺不是那麼放心 那這個其實是 就剛剛講是大家的態度 而不是說這件事情本身要什麼技術 所以中間也許有一個折衷 就是像我們自己 我們也不是說什麼都純地端 我們如果沒有什麼機敏性 但是也不能排除機敏的可能的 也許我們現在是用本地語 就是說它的機房要在這邊 它管理的人要是我不國籍 那這個是這兩個中間的某個折衷 所以我們自己在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很快會 因為我們要自己來SMS什麼 我們會有一些Document 那去給各個其他的政府機關來參考 我們不會說我們Top Down說 我們沒做過的要求別人做 但是我想這些Practices慢慢會擴散 這個是蠻重要 那另外就是像導入雲市集的一些Solution 尤其在剛剛講六個人或以下的中小企業 現在我們有另外一支就是T大使 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當然這邊也幫了非常多忙 PC幫了很多忙 所以我會覺得說確實T大使未來 是不是有更多的可以放在說 Security by Design 就是它一開始導入了這些東西 就是顯著的把他們現有的資料保護 跟資安的Parameter 它導入一個就好一點 導入一個就好一點 就不是說我們一群T大使去數位轉型 另外一群T大使去補他們的資安漏洞 所以大家就拿一塊塊 所以說確保說在一開始 大家就是有這個Awareness 也傳布這個Awareness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重要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請產業所來規劃 就像剛剛懷仁說的 產業資安 資安產業都在產業署 所以看懷仁有沒有補充能 那產業署沒有補充能 還好 好 那我們就先回答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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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部長的回應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 劉瑞隆理事 他是林群電腦股份 總經理 他同時也是數位展新聯盟的會長 我們把時間交給劉瑞隆理事 謝謝 謝謝 這個我們 董部長 李次長 這個 這個 彭理事長 這個 彭理事長 我們在座的這個政府的 產業代表 還有我們的各位領先師會部同仁 大家早安 早 非常感謝這個 電腦工會 安排這麼好的這個 溝通會 這個 你看 大家有沒有感覺 我們跟部長開會到現在 就完全沒有壓力 你知道 這個 這也是我過去的經驗 就跟部長在一起 他非常的親民 那我想到電影 一個部電影叫海角7號 他在講翻譯生那個團 他說 那你團 那你團 所以我建議大家 這個數位部 尤其是我們的數位部 我們的數位部 這個是 所以我現在發言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還全面的支持這個數位部 什麼意思呢 數位部是我們 資訊服務產業 多少年來 不斷的建議政府要來重視 現在好不容易總統院長 給我們面子 這個成立的這個數位部 對不對 我不記得 他其實是在總統府 在行政院 紅衛大陸 現場不斷的在呼籲 欸 現在成立了 那資訊服務產業 如果說像 這個我們老字號的 包括像 神通 這個 洪基的SI 這個部分 林勳 金城 國總等等 其實不止 這個我們的像這個 友達 我們理事長的友達 這個 我們同學上的 和塑 華塑 台達電 聯發顆粒金 聯華等等 也有這個 經營服務的這個部門 對不對 那這個 去年3月份的時候 行政院 有通過說 2030年要發展成造原 蘇惠布的造原產業 加一加 這並不是問題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重點就是 我們一定要全面來擁抱 全面來跟互動 全面來支持 那但是怎麼做 而且你看 現在 蘇惠布成立之後 媒體會追 說到底做了好不好 那你叫業者搭出來說 好啊好 業者說 感覺到真的好 那我建議 我們理事長也是這個DigiPlus的召集人 我們 我們總幹事 這個杜總幹事 號稱孔明兄 郭榮先生 這個複雜問題 交給大家來解決 我們 電腦工會這個平台 大家 通通動起來 來支持這個蘇惠布 讓這個 進入良性循環 讓媒體露出 不斷的 這個 這個 我相信這樣子的話 也是我們想追求的 你看現在美國 最紅的就是這一塊 以前我們那些製造業 現在是Facebook 這個 當然製造業也很厲害 是台灣的火爆 但是我說 這個 這個 我們要追求的這一塊 我建議是 我們全面來支持這個蘇惠布 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發現重點是說 那 我們過去制服團 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痛點是 就是 我們在民國87年 通過了那個採購法 成也銷合 敗也銷合 那這個金箍作用 要把我們照住 因為台灣是一個 以前鄭博發講 風刺是霍博智 支付一人薪資所向 政府財財法這樣子做了之後 但業界都跟進了 更何況 政府財財法 政府官員 黨官 還會守法 明天業者不是很守法 那把財財法 對待有利的部分抄一抄 不利的部分 好幾次 一萬架了 我政府單位一萬架就結束了 4900萬一萬架 很痛 結束 明天業者 明天打到美頭 劉總 昨天議的不算 他再來降價 先再降3千3百萬 4千6百萬 4千6百萬 然後再往下降 他不追求這規範 所以我說 採財法 那你看看 如果從 從那個 良性循環來講 政府採財法 帶頭去示範 政府政府也有稅收會進來 帶頭去示範 來引領整個產業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 所以民國87年 第五年採財法之後 畢竟六次修法 跟 部長那幾位長官 我們理事長報告 這個六次修法裡面 我就佔兩次 民國一百年跟一百零八年兩次修法 這個是我主導去修法 都是在電腦工會這個平台 感謝我們的工會 但是這樣子夠不夠 不夠 因為業者還是覺得不滿意 覺得 為什麼 因為報告就是說 我沒多厲害 我們修法都是外科手術式的 針對那個 自愛男性的去修 它有很多全面性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 是不是可以 第二個發言重點說 有沒有可能 去參考美國政府採購法 來做一次的 那這個其實不困難 因為以前工業局 很多年底有做過這種委託案 其實 去gap maintenance不困難 了解它的差異不困難 但是 你要去把它修給它困難 但是我建議 是不是趕快 來著手這件事情 做我們數位部 施政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讓台灣的這個採購環境 到國際接骨 為什麼 因為不然我跟各位報告 台灣現在的資金服務採購 是跟全世界人家不一樣 就好比說人家全世界打籃球 是五個人上場 不能帶球走 台灣不是 台灣是沒有規定五個人上場 但規格跟人家不一樣 好比說上去把他打倒 打倒就想要去投籃 那你台灣選出來 帶冠軍出去比賽 沒辦法比賽 因為你要把他打倒去投籃 人家馬上還出局 比賽結束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方法 看似說政府可以當會省很多錢 但事實上是沒有 我們整個競爭 你為什麼當地產業 這麼多年打不出去 這個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採購法 他讓台灣人整個採購行為 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跟世界上人家都不一樣 這樣子我們 代表都要出去比賽的時候 也有困難 因為跟人家不一樣 第二個發言重點是說 有沒有機會全面來檢討採購法 那說以美國政府採購法做標題就好 這第二個發言重點 第三個發言重點是 接續的 在法規條釋的部分 我認為建議說 蘇維布當成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來看 比如說像我們在 各自法 這個民國84年定的各自法 在民國99年 第四的修法 內四的修法不得了 像一個金箍咒一樣 我們都照住 很多的各自都沒辦法流通 那後來雖然在104年 也有修法 但是那個修的是 沒有改變那個金箍咒的本質 那各自法的問題 我有一個案例就是 交通部有一個 做團會有去做的一件 那有教授講說 在那個經商辦理那邊的醫院 民眾都簽那個同意書了 醫院還是可以不給 他以各自法 變成他的一個保護膜一樣 他可以決定給不給 他說各自法他就可以不給 那所以各自法相關的 這個檢討的修法 和這個 或者是他對應的 資訊公開法 這些部分 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著墨 很多例子 各自法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 是我在科學園區的 那個業者好朋友 叫我 聽說我跟部長 這個座談 叫我一定要跟他講 他說他們 營業秘密法 就是 園區很多公司 營業秘密法的保護不夠 明明有員工偷了這個資料 然後沒辦法把他定罪 然後沒辦法 這個 這個 聲張正義 這部分 叫我一定要跟他反應 就像 營業秘密法 接上要很多 第三個 發言重點是說這個 法規調適的部分 謝謝 各自法當然 他之前的一個困難 是說 每一個部會 是自己的解釋 個執行機關 當然法務部 現在國發會 有同意解釋的權利 但是國發會 並不會自己去執行 他並不是真的意義上DPA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等於每一層 如果想要卡你的話 他都可以說用各自法 而且每一個的解釋頁 不能用別的部會 解釋把它蓋掉 所以到最後就是 任何跨部會 跟地方政府的案子 任何其中 就是好像每個人 都一票抖絕 就是不行就不行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是 好在就是因為 我們憲法法庭已經判了 我們在兩年多之內 要有各自法的機關 那各自法終於要有 真正意義上的主管機關 那但是因為他必須是 一個獨立機關 所以也不會是 數位部 但是至少在就是 網友獨立機關的這一條路上 怎麼樣子 是大家業界已經有 共識覺得 你這個作為違反 其實他是 就不會侵犯到各自 他已經是 無關各自的數據等等 剛好趁這個機會去建立 我們看歐盟也是一樣 他非常的嚴格 GDPR什麼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就建立出了 GDPR看起來 根本不是各自的 各種PTS 那以前是因為 不太有這樣子的動機 我們沒有導入 但現在我們 很有動機 我們兩年半之內 如果能夠導入的話 這些就會變成 新的各自主管機關 他第一批 推薦大家使用的 像防火建材 那樣子的技術 而且坦白講 我自己2015年有參與 就是可以匿名化成的那個CMS 可是那個是有深度學習以前的 所以我們當時的那一套CMS 現在執行 只要有人有很多的算力 很多的周邊資料 其實早就破解了 這個我們也很清楚 所以等於說我們的防火規範 已經過時 但是新的規範呢 又還沒有一個主管機關來認定 所以在接下來兩年多裡面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我們透過像剛剛那 100案、20案的那種通傳創新 因為我們裡面就顯明了要 到無關個資的程度 那剛好來測這些PTS 那等我們確定的時候 它就比較可能變成新的 各自主管機關 覺得好那這些就是防火建材 這些就是綠建築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剛才講到就是採購法 其實我們會用全民任性 來當作概念 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全民 包含其他的民主國家 包含剛剛講到就是相信我們的晶片 所以也應該要相信我們的軟體 對不對 的這整套 所以我們如果是以輸出作為目的的話 至少WTOGPA議程裡面的 包含美國這一些 我覺得我們就這個同樣的standard 就變得很重要 不然的話完全是domestic 所以我完全同意您的分析 那在任性上面也是一樣的 那在任性上面也是一樣的 就是以前這個Costum 這個幫拿水人省錢就省錢嘛 那但是這個的壞處是什麼 就沒有任性 它最容易被犧牲掉的 就是可用性的部分 我自己在這個疫情期間去改 法船跟Trace有第一手的經驗 我進去就立刻第一天就簽了三張MDA 所以我就同時是包含精神在內的 很多家公司的員工的contractor的contractor 所以這個情況是不可能 但是因為之前沒有辦法互相交流BOM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進去的時候發現 其實只是他們中間那個損頭參數選錯 但是因為每一家SI都看不到其他SI的整套 那個Beta pipeline 所以就真的必須是被證明 因為如果不是我當時是那個 我也沒有那個clearance去看嘛 所以就是真的得我自己下去看 而且事實上只是條參數的問題而已 但是就好像沒有辦法哪一家SI 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剛剛提到那個常規性的巡檢 包含我們的數證司 我們的資安署位 我們的資安院 去結合這個資訊相關師 資安相關的人才 以及服務設計的人才 一個三角形啊 去這樣子巡檢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就會開始調整說 當初採購的時候 就應該更多一點的 去留下一個任性的空間 不要在錢上面去計較 你如果那個錢可以去買說 你之後碰到這種可用性的威脅等等的時候 你快速調整的模組化的API的 共享SBOM的 我們現在叫public code 公共城市的這些街頭 那一開始的這個upfront的投資 絕對是值得的 為什麼 因為不然的話 每次碰到災變 你沒有任性的時候 你要付出上百倍的代價 這個大家只要有這個 請過那個指定居格證明 就知道那個代價是什麼 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臨時變出新系統 但如果當時的採購 留了這些餘語的話 其實就不會像之前那麼困難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拿這些 大家記憶遊行的例子 去argue說 我們的renting 專業參考辦公室 我們的供期 我們所有人包含工程會等等 我們現在就多了很多好的argument 因為我們現在說 我們現在全民任性 是我們新的這個價值 希望有初步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會長 劉會長也OK齁 有沒有在回應的 好 謝謝部長 那接下來呢 發言的是 我們監視會的召集人蘇亮 他是神通資訊國分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同時也是我們全球智慧城市聯盟的 戰略顧問 那我們邀請他來針對 資訊服務採購來做建議 以上 好 部長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我想我的這個題目 其實跟剛剛劉總是有點類似 那我覺得這個資訊服務呢 其實在數位短情上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industry 那現有的採購法 其實沒辦法健全這個環境 所以我想對這個 現前的這個採購法裡面的一些問題 想提出來做一些探討 所以我比較從實務面來看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行的採購法 其實是比較是硬體的這個採購法 那其實對於軟體還有資訊服務業 其實我們在不論是在規格上 價格上開發方式 工程變更工程的延長工期等等 對我們的支付業 其實都是產生很大的困擾 那首先先從規格來看 那我們常要面臨的是前面沒有定規格 然後後面你要去滿足甲方的所有的需求 所以這個讓我們其實是做不完 尤其是承擔人一換的時候 只要承擔人講說這不是我要的 我們就全部重來吧 所以我想前面一開始規格的訂定 其實應該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們規格訂定 其實我覺得可以建議 是找一些這個專家等等的事先先去訂定 那如果沒有辦法訂定 其實也可以是我們業者跟使用單位一起 在剛開始的時候先把規格確定 確定了以後大家就按照這個規格來開發 那如果規格有變更的話 那其實那就是變更需求 那這樣的話大家有一個規範可以遵循 那我覺得這樣對開發商來講是比較合理的 那我們也經常面臨到這個甲方呢 有的時候是找了A廠商 又找了B廠商 找了C廠商 然後每家廠商超一點的規格 他覺得最好的 然後把它整合起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規格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 非常不尊重智慧財產權 因為甲方的規格變成了RFP 所以它就變成公共財 所以大家到最後是拼什麼 就是拼價錢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規格 沒辦法去制定的話 沒辦法弄清楚的話 其實對廠商要健全這個環境 支付業者環境完全相關困難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價格呢 當然其實價格就是應該要合理性 不要老是用工時來算 那我想支付業者變成賣工時的話 它就很難有它的地價價值 那我覺得應該要從 它產生的效用來看 來訂定它一個合理的價錢 那尤其是像我們也經常業者 大家都面臨到的就是服務費 我們的採購法裡面 明定這個服務費是6到14% 但是我們要付給外商的是15到25% 所以本國廠商還要去貼外商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在價格上 所面臨到的一些困難 那第三點是有關開發方式 其實現在大家談的開發方式 是用敏捷式的開發方式 然後又有彈性又能夠快速 但是我們的很多的這個法規 還是用這種普通式的開發方式 然後很嚴謹的規格等等 通通要寫清楚 那其實對這個敏捷式的開發 其實是一大傷害 根本沒辦法拿到這個效果 那所以其實開發方式 應該也要改變變成更多元 那在接下來呢 那其實談到後面就有剛剛談需求變更 那我們經常面臨到的一個天條就是 乙方要按甲方的需要無償提供 那所以其實那個規格的變更呢 就一直不斷的增加我們的成本 那這個工程呢 這個延誤 其實像我們做智慧程式呢 其實很多的都是基電的整合 那基電的整合裡面就 有的時候也會牽扯到挖馬路 有些要跟台電去溝通 那經常譬如說挖馬路有些 才挖過了才不准你挖 就造成了工期的延誤 但是其實這些都是我們 城商要去承受的 那我覺得像這些的東西 應該其實在基電上面 應該可以比照一個土木工程 其實不管是變更設計 或者是說這個工程的這個延誤呢 其實應該要有適當的補償 那尤其是在延誤的時候 又有物價指數的也應該要跟著調整 尤其像現階段這個能力成本 還有原物料的上漲 這些對這些長期的工程 對我們影響都是很大的 那最後一點我覺得這個數位發展部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也一直都很期盼的 那那我們希望這個數位發展部 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 能夠這個帶動這個 其他的國營事業 或者銀行啊 其他法人啊 一起來做數位轉型 然後能夠創造一個更大更健康的市場 更創新的應用 那我想這樣我們的數位的環境 一定可以建議起來 謝謝 我自己2008年的時候是Agile Coach 是敏捷教練 我在西谷 那其實當時Agile說更敏捷 更好的品質是什麼 沒有 其實我們當Coach 其實目的就是 抵抗業主不合理的要求 你不合理的要求 兩個禮拜才能結算一次 那不能這個隨時想到什麼 因為不合理的要求 有時候你跟他拖到兩個禮拜 其實他自己的了解不合理 就不合理 就不會真的進入那個要求清單裡面 所以後來我們推看辦法 推什麼 其實很多他的目的 是要把那個Friction 把那個就是跟業主的摩擦 把他Front Load 就是一開始就籌劃搶在前面 那之後就不會一直被無償 然後東西 所以那個我2018年當到2016年 錄個錢都還在讓你交流過去 我自己這陣子觀察到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其實有敏捷開發版本 甚至我跟我們的那個 好像公文廠商吧 都講說其實也可以用 但是好像並不是一般的承辦人 跟一般的SI的對口 都有用那個敏捷范本的經驗 那個感覺是好像一個spotlight 就是說我們院長很注重這個向山致敬 那我們這個登山的這個去booking 這個山屋啊什麼的系統 那當時那真的是open API 這個整合這個敏捷什麼之類之類 所以該用的都用上了 但是呢除了這種非常highlight 可能因為當時我們政委員辦公室盯著的話 其實就算他說夠說他要用敏捷 到最後他還是用瀑布式的方式 就是在操作那個敏捷范本 所以等於就是資管處盯的敏捷范本 變成是一種其實額外再加重你的配合環 但是實際上就是還是用瀑布的方式在執行 這個我看大家都在點頭這一個 這是實況啊 對所以這個要解決的話 我想剛剛第一個就是說那個六八十四法 那個可能是確實是要來檢討 然後忠誠來看的話 GAP Analysis 那個也要做 這兩個是確定的 但是我覺得在短程就是會有一些 我們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的一些例子 旅約真意的例子 或者是說本來這個就應該用雲端服務 但是就慘遭瀑布啊 這樣子的例子等等 就是這些這些小故事應該大家都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短程上我們可以就是 好像快打部隊一樣 先把這些就是莫以善小而不為的 先來解決掉 因為坦白講我們自己的官網 在就是容器化的過程 在變成是各個相關的廠商可以共享 它的這個Public Code 那但是又不會變成硬熬廠商 而是容器化的過程 這個導入CICD的過程等等 都是按照它的專業服務 而不是時數來付款等等 這個是我們在業界就是隨便都是這樣子做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我們的承辦 不管是資訊處啊 足記啊什麼之類之類 都是可能有些時候我還要下來幫他們寫 那當然好在我有一位這個 資料戰警的這個 我的機要 所以他他本身是 一方面是警察 但是一方面又是Open Source街的這個 相當好的貢獻者 所以他兩邊的語言都會講啦 但我們就發現說 在其他的部門或其他的機關 如果沒有這樣子兩邊的語言都很通的 就是公務的語言跟這個敏捷的語言都很通的話 他這個一下子就喪失那個敏捷的意義 因為你一個iteration兩個禮拜 你溝通就要花超過兩個禮拜 那就變成沒有沒有毫無意義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我們自己從自己做起 先建立一下好的template 一下好的案例 那另外就是透過像軟體代表辦公室 還有我們的數證司 我們先把一些pain point 一些就是好像這個低摘的果子 那就是沒有人摘而已的 先趕快把它解決掉 那接下來我們趴數 bap analysis等等我覺得是值得做 這樣來做 謝謝 好 謝謝部長的回應 我們報告部長 您剛剛我們預先登記的六個問題 您都很精準的回應完畢 好 那我們還有這個十分鐘 那我先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彭理事長 好我想那個 我們大概還有差不多十分鐘左右 這個剛剛那個 瑞隆兄跟蘇亮提的這個部分 我都不等報告 自從我參加GCA的監視會到現在 很多年了 我幾乎每一年都聽到他們在反應 然後呢 我們只要動到任何可以反應的長官 不管是經濟部長 或者是副院長 或者是 我記得我 好像在很多很多場合都聽到相同的問題 所以感覺上這個問題是很久沒問題 尤其是過去因為都是在硬移採購 所以工程會來督導這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在軟體採購跟資訊服務這一塊 如果督導單位還是工程會的話 大概很難跨過這個網購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期待 對 這個部分的這個採購法 的這個 這個督導單位 看能不能 能不能一頓到數位嗎 兩部 因為這個是最了解這一個 最了解這塊虛虛的部位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要不然的話我想 如果是用現有的架構 應該我們大概還是每一年都提相同的問題 然後每一年都 這個 這是我想對兩位的支撐 所以 我不曉得 我們其實有一個蠻好的vantage point 蠻好的角度 就是其實現在的資安 不管當然還不是獨立預算是固定帕數 但是即使是固定帕數 我們也有review的權限 那這個是以前不同的 因為以前review權限在院子安處 但是跟大家關心的題目 這個比較像資管處和工業局 有點不一樣 不是同一批人 但是因為現在整合了 那我們的組織法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是要做這種 比較規劃的政策的等等 所以 是不是說工程會 它day to day的那種就是 犯規矩黃牌的那個能夠移過來 坦白講我沒有把握 但是大家要的可能也不是那個 是最前面的 就是那些template要講怎麼樣 怎麼樣的算是好的template 怎麼樣算不好的template等等 那這個至少以資安作為潛入點 這個我們是有這個leverage 所以全面轉移不容易 那但是透過像剛剛講到的就是 Lawing in Root 就是基本的通點的排除 以及領約爭議的檢視跟解決 以及之後的Gap Analysis 那我覺得我們就會越來越清楚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其實我以前在中文公司的時候 只要碰到像我們之前推OpenAPI等等 那我只要去跟工程會講 工程會都很願意啊 工程會都說 這個更不用去動採購法了 採購法本來就有這個空間 它只是需要有人出來說 這個template是對的 所以我不覺得工程會是一個阻力 我覺得它只是在等 我跟他說這個template是對的而已 所以是不是要一下子做轉移 不一定 但是我覺得我們很願意 但敷這個角色吧 好 謝謝 我想這個是我們反映這個問題以來 這個 最有建設性的回答 所以終於有人聽懂我們的這個 好 那最後五分鐘還有沒有現場哪一位 好 來 蘇科長 還是 何忠 好 好 部長好 這個 剛剛聽完我們大家的問題 我感覺這個數位部 我們大家期待是非是一個太上的部 因為一方面其實現在是一個數位的時代 哪一個部沒有跟數位有關聯 所以我的感覺大家期望是 是一個很大的 你的六師兩署 我再看起來就是說已經涵蓋了非常大的範圍 而且民主任性多元 這些都是現在很時髦的語言 這也代表著書長很接地氣 那我也看到這麼短的時間 你已經改變了這個風氣 因為你出來的官員的穿著跟其他正常的官員都不太一樣 我這個是以為的官場 這代表你的影響力是在的 不過我個人對於這個數位部的這個看法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首要要解決是那個治安的問題 網路安全的問題 假新聞的問題 這是攸關國家的安全 因為尤其你提到民主、多元、任性 其實都是跟這個有關 因為同時要期待數位部做很多事情 我覺得是確實際 但是這一點如果讓老百姓有感做出來 比方說我看到民眾黨的立委 就開一個記者會講說 數位部有那個 那個事實上某種程度他是不了解 而事實上有一部分是假的消息 其實如果數位部很快就反擊 我覺得政府應該做出 如果不對了我們要去修正 我不期待一個獨裁的政府 但是對於那個世事而非的這個新聞 要敢站出來Defend我們的立場 要不然政府就沒有威信 所以那個對你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就是大家對於社會部就開始被 樓就歪掉了 對於這個網路安全 我剛才你有提到這個多元民主 我要呼籲 我不曉得將來的那個台灣Plus 會不會是在你的管轄範圍裡面 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個這麼小的國家 那全世界要關注我呢 那我們怎麼樣讓進一步讓台灣的聲音 全球兩百多個國家 全世界的老百姓都聽到台灣 所以我們的那個對外的這個宣傳的那個單位 就是像是台灣Plus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英文或是多元發聲的一個頻道 不管是用Virtual 不管是用實體 或是用這個語音或是Value 一定要讓台灣的聲音可以出去 那我想這也是部長您的專長 如果在這上面可以讓老百姓感覺說 我們社會部做到 那社會部的Position就會出來 那最後我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以色列跟台灣很像 我兩個禮拜前剛好跟阿貝一起去以色列考察 以色列有一個8200的部隊 部長那裡已經聽過 它事實上就是對資訊 以色列被公認是全世界的資安王國 Checkpoint還有Variance 這些都是資安全世界知名 其實它的硬體都是台灣提供的 但是他們的軟體是這個 它的價值就是我們賣給它 100塊的東西 它價值又就是用20萬賣出去 我算在跟200倍的那個家庭 所以那它的人才是怎麼來的 它有一個820領部隊 因為老百姓要當兵 藍領都要當兵 所以它從裡面挑出一些優秀的精英 然後進入820領部隊 820領部隊身上就是一個intelligent 就是一個intelligent的一個部門 所以分門別列 它透過這個來培養人才 那這點退伍以後呢 就自然撒到民間 就變成民間的那個資安的骨幹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我們可以去研究 因為我剛才講就是說 部長的priority 我認為應該是資安啦 假新聞啦 把這個做好讓老百姓有感 至於原來工業局 在做的那個數位產業署 坦白講到目前我還不清楚 到底你們兩個要怎麼缺割 缺不了的 因為老百姓 我不曉得像我們今天在做 台北市電話多次資訊產業 那將來是不是歸到這個產業署這邊來 還是還是在工業局裡面 所以這個議題也是你們要去考慮的 以上我的幾個建議 謝謝 這個行業分類有沒有先 試實性問題回答一下 剛剛說fact check要先回答 要及時回應 對 那目前產業署這邊 當初跟經濟部的分工 那時候雙方的首長都有談清楚 軟體歸數位部 硬體歸工業 那就行儲業標準來講就是 六六三的資訊服務業 還有五八二零的這個軟體主板業 還有電子商務 正是在那個中央局行儲標準分類 分類的一個比較確定的 一個行儲業的一個標準 那總體來講就是 屬於軟體的部分 會歸到產業署這邊 還有數位部這邊 還有這個內容跟體驗 文化內容的部分 對 卓越的軟體 包括數位內容這個也不錯 另外我們有新興的進入科技 比較處於系統整合的 像董事你們的應該會比較 因為你也是工業電腦 那如果硬體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SI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協助 比如說你們也做一些SI的工作 這部分我們就可以來協助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們產業署這邊就給他 從軟體出發去整合 這樣子的話就是在產業署 其實我們這個真的是 像您說的沒有辦法切乾淨的 所以還好是說我們是呂正華署長 所以他左腦跟右腦 白天當局長 晚上當署長 所以他這個真的他在哪裡有那個就是Synapse 這個建立的相當好 最後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產業署剛剛講到這些分配過來之後 就不會再從娘家再切東西了 就是到此為止 但是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 因為是從軟體這邊發動的 那就都是產業署的工作 所以在經濟部裡面他們有自己的分發 哪些在商業司哪些在中期處 哪些在技術處等等等等 那我不管縱向的主管機關是誰 不管他大小如何 他只要需要數位轉型 自從軟體這邊發動橫向的協助 像運時機梯大使什麼 那就全部都是產業署 所以未來就是說產業署 它是Administration for Digital Industries 那這個S就是各行各業 literally所有的行業 他不搶主管機關 但是數位轉型都是他們的事情 這樣應該OK 好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當然我們發言人 可能可以有些要講的部分 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像洪安 他其實他在記者會裡面 洪安委員說的是說 我講的那套其實他有聽懂 但他覺得我的表述的方式 因為沒有做比喻 那所以大家是比較沒有切身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我是take的 我覺得這個是正確的 所以我後來也跟同仁說 就是我們盡快想出比喻嘛 所以後來才想出在元宇宙之間 西馬的那個比喻 或者是跨電信公司的比喻 那我們這樣拋出來之後 應該線上記者也都說OK 對所以就是說 懷人第一時間他當天 就是聯合法那個平衡報導 就已經說是多個 願意就中間共同的協定 所以算平順 但是我覺得我們 actively的就是要講這樣子 那但是當然並不是 每位委員都是像洪安委員這樣子 就是基於事實的垂巡 所以確實是有一些 不基於事實的垂巡 那這部分看 白人要不要來回應一下 謝謝那個 副長跟各位前輩的指點 那這個部分 前輩先有指點 我們就會再強化這個部分 讓各位看到我們更積極的來回應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社會普通副長剛剛講的 就是說社會普通副長剛剛講的 就是說社會普在社會轉捷這一塊 基本上我們不會去搶社會官機關 但是我們會把社會轉捷工作堂起來 那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講法 就是說我就是當這個PM的角色 因為我們懂政府的語言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各位業界的訴求 所以我們會陪著各位 這個不管是支服業 或者是支服業服務的各個產業 不管是製造業、醫療業、教育產業 或新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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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新聞產業最近也在談 這個可能需要 這個搭建數位平台的問題 那我們 我們會跟 資訊服務業一起去跟 這個各個主管機關去溝通說 那特別是剛剛有前輩提到說 在法規調適的部分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 法規調適上面政府機關通常在意的法規的 重點是什麼 那我們會知道 業界需要解決的需求痛苦 我們在裡面把它找到平衡點 這個過去我們 我跟部長在 我們處理口罩 或者是那個 政行的部分 我們都有一些經驗 那我覺得 這個都不然會持續運用 我不知道 因為台灣plus主張他們的核心是新聞工作 所以他們就還在文化埠 就是剛剛李次講的那個邏輯 它核心只要還是新聞工作 我們就不會去搶主管機關 但是我確實接下來跟台灣plus 我們會繼續我們那個節目 那個節目叫Innovative Minds 它的前面是比較軟心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 大概就會邀全世界 類似我這樣position 就是digital leaders 就是在數位上面有領導角色的 那我們就會開始台灣具體的合作案 但是每個合作案之前 先把那個合作的精神 為什麼這件事值得推 先透過台灣plus 去放鬆給全世界知道說 台灣現在又跟誰開始推什麼 台灣現在又跟誰開始推什麼 所以它當然也是放大 我們數位部想要設定的議程 但是這個平台本身的這個監督什麼 那個應該就還是在公事嗎 還是在文化埠 這樣分工 剛剛提到說 我們自動安全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我想更擴大一點來講 就是像我們總統麥特克斯 我們前兩年大概得名的 很多都是做禁令 或者做這個環境相關議題 但是到了今年最高票的 幾乎都是像那個警報大聲功 就是發生這個空襲的時候 你要怎麼知道 往附近的避難所沒有斷掉 或者是那邊的人是不是已經人滿為患 之類之類 那所以就是說 各方面的韌性 不是只是環境或減碳商 當然還是很重要 而是大家現在是真的有種 居安思維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 就是不是只是我們自己 用公務的預算來說 那我們來Push自動安全等等 而是說各方面的韌性 全民的韌性 但是在碰到這些不可測的事情的時候 像另外有一隊是玩無人機的 他們也希望說平常可以去救山難 怎麼樣 但是真的有空襲警報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來即時MAP 那個當時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發現說 烏克蘭這樣子做真的很有用 而且大家也都很希望有一個表現的機會 所以這方面真的我們現在民間能量非常強 大家非常的踴躍 所以我覺得說自動安全或網路安全 那個當然是比較防守的部分 但是積極進取的部分 我們就趁這樣子一個機會去讓大家都有能夠踴躍做出聯防的那個角色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不管資產產業 產業資產都在產業署 所以我覺得產業署之後有很多program 就會開始往這個方向來規劃 那我想隨時大家想到什麼就讓我們知道 好 那個雖然有點超時 不曉得部長可不可以再tag一個問題 超級兄有發言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這個蘇維布的這個長官們 兩位理事長 各位憲民大家 算午安了齁 不好意思我沾兩分鐘的時間 因為剛好是彭麗市長剛剛講到 我們是國防超權國中電腦 但是唯有兩頸帽子 一個是系統整個聯盟的會長 剛剛蘇綾亞跟我們劉高兄所提到的那個問題 有這個理事長跟您報告 每一次我們碰到政府官員都很考慎 這對我們支付業很相關的議題 我想我要回應就是我們真的很期待 您能來統合各方面的這個部門 來跟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要給您一個credit 就是說 我記得在幾年前 我擔任系統廠商聯盟的會長的時候 您擔任這個政委 也親自出席了我們系統廠商聯盟的這個參與序 也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提示 很多的指導 我在這邊跟您致謝 第二個呢 就是9月2號的時候 我本來是很期待您會出席這個NCC 那一個有關於我們5G在教育領域的那些 application的一個論壇 那實在很不錯 您確診了 所以您用視訊的方式 我還是被他感謝 但是呢 懷德兄出席了這次的這個會議 那麼我在這邊呢 要給懷德兄一個很好的規定 就是說 關於NCC 主導5G的應用的時候呢 剛好我們在聯盟裡面 有一個5G垂直應用聯盟 要輔導我們這個系統廠商 如何踏入5G的應用 來幫助我們這些大哥們 所做過的那個 這個Orig的產品 加上application 打群障 能夠消除 要消到國外去 在這樣的應用裡頭 當時是由NCC來主導 他要負責管理 又要負責輔導 心力跟防備 在同一個單位裡頭 嘗試完感慨 很難應付 所以呢 現在把管理的部分 放到NCC 然後心力的部分呢 放到數位5 我覺得 那一天呢 懷德兄給我很好的idea 就是說 您知道 明豪軍那邊 給我很多的idea 就是說 在管理方面 本來是5年的這個license 現在可以維持到10年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給您支線 第二個呢 就是有關於 我們這個頻譜5G 專門在做智慧指導 做5G應用的時候 這頻譜的費用 我希望說 在您的指導之下 在心力的部分呢 都幫我們考慮 那我們這個廠商呢 在5G的應用呢 能夠得到更多的輔導 所以呢 我可能要去 拜訪 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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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心力這個部分呢 來解密多多更多 所以我們想 單跟大家的時間 也謝謝 部長 過去給我們的支持 往後 也希望說 我們這個聯盟 我們這個聯盟 後面的 推廣方面 也可以得到 呃 蘇維伯的支持 謝謝 呃 那個是我們主要去跟 包含 呃 財政部會的主計 去justify 說為什麼我們可以 減低業者這邊的 就是錢上面的負擔 為什麼 因為它創造的社會 或傳新價值的那個 成數 是特別高的 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一起 一起想出這樣的做法 這個就是 就是俊秀他們 接下來那支前瞻 呃 最重要的產出 其實那個產出 不是在那個專案上 而是在那個專案的方法論上 因為從工業學的角度來看 獎柱高達99% 是難以想像的 喔 還要特別去改個方 改個那個辦法 但是 如果這個獎柱99% 它產生的社會效益 真的就是比呃 呃 獎49% 要大不止兩倍 因為它是quadratic 或什麼的 那那我覺得 這就值得做啊 所以我覺得呃 呃 余書長也有 充分了解這個想法 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們就保持 高頻寬低延遲的溝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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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導 比較謝謝你去秀耐地 也環境我們這個 謝謝 好 今天這個 大家討論非常熱烈 我相信應該還有一些 這個想法 但是我們沒有 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 期待下次 我們還能夠一起來 這個 跟署長聊一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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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